一架从泰国飞往俄罗斯的私人医疗包机 周日在阿富汗北部巴达赫上省坠毁 机上载有6人 包括2名俄罗斯乘客 一次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坠入山区之后冒出滚滚浓烟 巴达赫上省当局称 调查人员正在往事发地点搜索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周日指 一架在俄罗斯注册的猎鹰石飞机 在靠近塔吉克斯坦边境的阿富汗领空失联 从雷达屏幕上消失 而医疗包机是从泰国巴提亚出发 飞往莫斯科途中实施 机上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 其中1名乘客病情严重 由丈夫陪伴反额 有消息指出包机失联之前 机师曾经表示飞机燃料不足 并且试图在塔吉克斯坦机场降落 阿富汗当局就表示 飞机按照原计划是不会飞越阿富汗领空 事发时可能是偏离了航线 的